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聊胡说八道的柯文哲 哎呀好像很多人对这一集有兴趣 什么叫胡说八道的柯文哲 来我们来切换到我们的荧幕上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 觉得柯文哲很爱胡说八道 留言打加一啊 我觉得柯文哲真是胡说八道的柯文哲 柯文哲主张 快筛扬就给药 衣铺不适合 恐有副作用 这新闻是怎么样的 这5月12号的新闻 昨天的新闻 状况是这样子呢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柯文哲是怎么胡说八道 我在今天这边 我真的对柯文哲 我真的很反感 为什么很反感 来我们来看新闻 不要说我随便骂人 针对国内COVID-19的疫情变化 台北市长柯文哲近日抛出 快筛阳性就该给抗病毒药的政策 依照中央政策 要PCR才能给药 一定会死很多人 他说柯文哲11号在台北市议会表示 他认为应该快筛扬就给药 快筛扬到PCR还要几天时间 而抗病毒药应该在5天内吃 过后效果就很差 因此他主张要放宽给药标准 快筛扬就给药 这柯文哲自己在市议会讲 有新闻 那新闻内容也都OK 乍看之下也没有问题 我觉得柯文哲有个大问题 就是他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句话 乍看之下都还算是勉强合理 比如说柯文哲昨天11日 在台北市议会 就是5月11号柯文哲在台北市议会 说他认为应该要快筛扬就给药 因为快筛扬到PCR还要几天时间 而抗病毒药应该在发病的 5天内要吃 过后效果很差 因此他主张要放宽给药标准 这是柯文哲讲 我认为单看这件事情是 柯文哲真的很专业 他是医生 不愧是这样子 但是我跟你讲 很多人讨论这一题都从细节讨论 说什么 你要有医生评估等等 我们先不要进细节 我们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新闻 这是4月16号就是不到一个月前 柯文哲怎么说的 轻症者居家照护 柯文哲说 普拿藤就可以解决 血氧掉再送医 柯文哲说 台北市防疫架构分三层 第一层是说 我要减少感染人数 万一感染的话 我们先收在防疫专折理馆 就不要马上去医院 因为大部分的是 普拿藤就可以解决 哪个柯文哲是真的 你4月16号告诉我 我说以你医生身份说 大部分轻症普拿藤就可以解决 然后5月11号就说 快塞养胶给他药 这个给药是给特效药 就是不是给什么普拿藤 他讲的是要给 那个所谓的COVID-19的特效药 哪一个你柯文哲讲的还是真的 我觉得柯文哲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永远把一半的事情遮盖起来 然后只讲另外一半事情 就为了博取生样 这就是在胡说八道 更遑论更遑论 你看 目前规定 PCR确诊COVID-19之后 需要经过医生评估 才能取得抗病毒口服药 而指挥中心间调整认定 三类人 居家隔离 自主防疫跟居家检疫者 快塞阳性等同确诊 为了方便民众理由 也开放亲友代为看诊 以评估使用口服抗病毒药物 但你再怎么样 你都还需要代为看诊 你需要跟医生 医生还要make sure 你的一些基本上的事实 然后你基本的需求 然后我才能评估给你口服抗病毒药物 你怎么可能是快塞养就给药 我就先不进入到这个医疗的部分 我只是很单纯在谈什么 谈说身为一个医生背景的人 他这医生背景的人 你曾经告诉我们说 大部分的人吃普拿藤就OK了 那你普拿藤吃的时候 你知道配合血氧机 你的血友掉的时候 赶快下去找医生 这是你一个月前讲过的话 大家再看一下 这是4月16号 你讲过的话 然后不到一个月 5月11号你说 应该快塞养就给药 因为快塞养到PCR还有几天时间 而抗病毒药要在5天内吃 效果会很差 而且台北市会死很多人 请问你哪一个才是你科文者的实话 哪一个才是你科文者说的事实 哪一个才是科文者医生认为的医疗标准SOP 这些事情坦白讲 我很反感原因就是 科文者一路上 尤其在防疫上 他为了要炒自己的声量 他常常会语不惊人 语死不休 可是我觉得 刚有个题目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简单处理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复杂的事情简单处理 对 你要让一个政治人物维持声量 是很困难一件事情 然后要各方面都配合很复杂 可是复杂的事情简单处理 那在这个案例上 如果我身为一个首长 我希望在防疫上可以加分 情况之下 复杂是简单处理什么 我就好好的把防疫做好 我就会加分 我跟你讲像南台湾 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陈其迈 陈其迈不会讲一些语不惊人 实不修话 可是他就好好的把防疫做好 那事后总会有一些chance还他公道 比如说最近大家在炒快塞 那地方政府说科文哲 花50万买快塞等等等等 可是陈其迈花了高中市 花了5000多万预购的快塞 这就是预判能力 你复杂的事情简单处理 对防疫很复杂 可是你就秉持一个心理 我就是以防疫 防疫优先政治最后 好这个心理就这样子 然后我就开始做 任何的考量不要掺杂政治 你不要思考说我做这件事 有没有声量 媒体会不会讨论 你就做 那你做好的时候 当疫情大浪袭来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你把这个围墙盖得很好 那当然不可能让大家都不确定 就尽可能减灾 好那你就会加分 所以说后来列出一系列的 等等等等的话题的时候 陈其迈就加分了 所以甚至现在就是江湖在传言 传言什么 就说回头看 我们2020年的2月 就是两年前 我面临到武汉肺炎第一波的时候 他说台湾处理是非常非常明快 而且节奏非常非常好的 那这么明快这么好的节奏 其实坦白讲 陈时中在里面占的功劳 我认为并不是最大的 是陈其迈 那时候三本著 陈其迈 陈建仁 陈时中 三成 那时候第一个 陈建仁是副总统 然后陈其迈是副院长 然后陈时中是卫福部长 除了陈时中以外 陈其迈跟陈建仁都是工卫专业 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 决定封锁我们的边界 然后开始要求大家戴口罩 然后开始要量体温等等 这些事情是那个时候在很短 然后所有状况都还不明的时候 就已经下了决策 观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回头 去看一下那时候状况 所以我知道柯文哲 身为一个医生 他很想要在这边有所表现 很想要证明自己的专业 可是你每次 你证明专业方式 并不是防疫优先 而是声量优先 那这件事情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非常非常反感的 那我们今天的柯文哲先聊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